大家好 兄弟妹 我本来说你们的第四课 我不跟你们 一起来研究 我们来看第五课 可是我在 看到第四课 蛮重要一下的 我觉得是蛮 蛮重要一下,为什么?因为适合你们 我也要带出一个信息来 在我们读的时候 最后我要带给你们一个信息 可能我们常常传道人 或者同工们 常常都想 讲究属灵 属灵 对吗?我们都讲了 圣灵啊,人的灵啊,很属灵 但是我们常常 顾虑的那一部分 情感 意志 情绪 这一部分 这里有讲到你的情绪 你的情感 你的意志的部分 所以我就觉得 不要太 不要太强调只是属灵而已 属灵的部分我们也要照顾 我们要去看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 毕斯章 医治各样的方法 我离我开始 神有许多方法 使他医治的大人至今仍然有效 他可以用他选择任何方法来做工 不要犯这个错误 要神用某种方法来医治 记住啊 这常常是错误的方法 神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医治啊 神必必的啊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让主按照他的方法来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所选择的几种工作方法 第一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治愈 我个人 我个人确信神是医治的神 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人体的系统里 设有医治和复原的自然的律 身体本身有惊人的抵抗力和恢复力 给他机会使他便会自然贪腐 就想想神在我们的血液中所放置的奇妙物质 纤维蛋白就是血液中的蛋白质 它溶于血液 不断地流通整个循环系统 如果一个人受伤 血从伤处流出 这纤维蛋白就会逐渐凝固成血块 这纤维蛋白白线 像白线一般 一接触到空气 它就会慢慢形成白色纤维 纤维蛋白 纤维蛋白的网状物 结成血块 使伤口的血止住 如果有一块布过绷带 将伤口砸起 纤维蛋白就形成血块 把血上住 之后除去布过绷带 血就不会再流 白血球也是身体奇妙 防御结构的一部分 它们是身体的抗体 若有病菌进入身体 脑就会 脑会立刻给白血球一个信号 它们便很快 到细菌入侵的地方 攻击并吞灭细菌 当白血球胜过 胜过入侵的军队 仇敌的死尸便会记起来 这就是疗子 被白血球打败的细菌 最后 这疗 会破坏 破裂 身体 将这敌人的产毁 拼住身体之外 这些敌人曾企图感染人体的系统 但失败了 人体还有许多防疫结构 它们一起组成免疫系统 抵抗疾病 神设置这个免疫系统 是要他们保护身体免受细菌的轻饶 保持身体健康 要记住疾病是不正常的 没有人说疾病是正常的 神要他的创造处于正常的健康状态之中 那你要记住 上帝创造我们是很奥妙的 记住我再给你一个经文 记住 上帝以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我们 所以我们很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那我这就能说明什么 很多人去拜神 拜拜拜拜 哇他们说 拜拜拜拜 为什么他 他为什么这样灵验呢 因为你是有神的形象 神的样式 本来那尊东西是没有东西的 都是人雕刻出来的 但是你的把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 一直去像那个偶像 一直来给他荣耀给他能力给他全病 然后别人就进来 他就变成有了 所以在对于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定律 为什么拜神 是到底是 你是拜神 还是 还是 你把 还是 你给人力 给荣耀 给全病 给那个神 让他来掌管你 因为你是本来是上帝的形象 所以 讲回来这里 你的身体的构造是很奇妙的 你自己 你知道吗 你自己有医治的人力在里面的 所以好像昨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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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感冒的很重 留一滴留一滴整天 我在家里 我不要出来 我不要也不要吃东西 然后一直 祷告 祷告 那我让上帝来医治 我 灌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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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里面的 免疫系统在走着的时候 到晚上六点多的时候我已经好 所以你可以 让上帝有一个医治的process 那我从小到大 我从小的时候不从小到大 我常常看到我妈妈和我婆婆 跌倒啊 还是怎么创造啊 一个永诺 改喉 改喉 不喝卫生 不喝很健康 但是这是有个科学根据的 我们的口译啊 是有医治的人力的 对啊 对啊 我从小我不明白 有人真的给你利益 但是他慢慢长大 所以 他们 我们中国人有知 有各种的这个智慧 这个是医治的人 但我不要叫你去做这样的东西 还是 而我才慢慢明白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身体的每个部分啊 都是有用处的 第一个方法 叫 艾伦 第二个方法 隐私和身体的一般照顾 身体照顾不足会导致生病 在这种情况下 身体就不只需要医治 也需要改变 好给脱未来适当的照顾 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外方信徒要遵守 遵行有太人的饮食和健康的律法 不是说我们该向他们学习 注重饮食与卫生 当一个人营养不良不做饮食的结果 那就只有一种治疗的治疗法 改善饮食 一个人应尽力使自己的饮食均衡 营养充足 由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和维他命 维持身体健康 对某些国家的人来说 这不是容易的 因为当地央食严重短缺 要得到足够的食物 维持健康是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一些事物充足的国家 很多人也不明白营养的重要性 有些人觉得他们没有能力吃的正常 但最后他们还得花钱付医药费 花钱吃饭比花钱付医药费好得多 为了保持健康 为了保持健康 人的身体需要四大类营养 一 蛋白质 肉 鱼或加勤 小扁豆 一些干豆客国类 亦可代替 每天需要四至六盎司 二 蔬菜 红萝卜 青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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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豆 玉米 花椰 树 豆芽 马铃薯 土豆 还有许多同类的 蔬菜 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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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至少吃三四种 三水果 橙 葡萄 苹果 红西 酱 蔬菜 蔬菜 芒果 香蕉 菠萝 还有许多同类水果 每天至少吃一二个 四 菇类 小麦 米 大麦等 最好选择棕色的菇类 因为白米和白面粉大多 经过醋鱼而失去营养 并且最好是用棕色 菇类做成分面包 面条等食物 每天至少吃养分 另外 这个 焦味接下去 另外一个极端 极端是 有些人吃的太多 或吃太多错误的食物 他们吃太多的 醋 滋繁 自痰和 淀粉 这样子会产生 脂繁 不是能量 这些人变得過重 而且健康受损 有能说今天有许多人是 用自己的牙 起 至去 志鹊粉末 自缺坟墓 他们的饮食习惯使自己的健康受损 甚至早死 他们需要这方面的智力 我们的身体已不在于属于我们 他们被卖属 现在属于神 我们必须自担地照顾 他们来荣耀神 同样的 我们必顺被洗 必须注意卫生 卫生 洗澡和洗滴 洗滴时用具是必要的 肠鱼的食物 卫生细菌生疾病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 干净 仅次 仅次一句 尽味 尽全 这可能有点夸张 然而 他还是对的 每天至少洗澡一次 四个好习惯 以西节书 十六章 九节 那时我用水洗你 西伯来书 十章二十二节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单纯着 神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但是stop在这里 我稍微等等谈一下 那饮食习惯真的 三姐妹一定要照顾的 上个礼拜跟你们讲 这礼拜这边不是我讲 你看这边也是讲到 这里的 这里的已经不是标准了 一定要跟着这里 你看看你一个星期里面 哪些东西是没有的 几乎说我们很多东西没有的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真的是 比如谁啊 你的那个triangle 食物链三角形 是不 不平等的 有的人吃肉吃 吃了很多 西辈子 然后菜都吃的很少 有些人就拼命吃水果 吃为了要减肥 为了要尿条 吃菜 吃酥 但是没有肉类 鱼类 但是均衡的上帝给我们 圣经讲一句话 我永远 我是手 我没有手 我经常里面写人手 上圣经里面讲的 提摩太后书她说 凡事惜恩 凡事都是好的 但是不要过多 现在很多东西很多的社会 包括我们这样 在发展中国家 不要讲 已经是落后国家 不要讲 我们算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吃的东西是吃过剩 吃几次鸡 鸡是以几次来吃 几次的单位来吃 总是吃过剩就对了 所以你要健康 你要照顾你身体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不尊重你身体 上帝也不会尊重你 不要怪上帝说 为什么上帝你没有照顾 你没有让我健健康康 为什么你给我生病 因为你自己都可以照顾你自己 甚至不要开玩笑 圣经讲得清楚 你要不要接受的话 这是上帝的话 你是圣灵的垫 谁毁坏的垫 神必毁坏他 所以不要我人家跟我讲 哎呀 圣经都没有讲 都不能不能抽烟 圣经都没有讲 不能喝酒 不要醉酒罢了吗 但是你是圣灵的垫 所以要照顾好身体 然后有一样东西就是 他讲到我很好 他讲到要照顾我 不只是健康 身体健康 要冲凉 我那天我星期六 我没有冲凉 一天我真的很够 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 我的那边打墙不治水 我一整天不能 我一睡过容 他九点没有睡 没有没有睡 我九点半睡 完了 我这次完了了 你还不一感觉 完了 我尽量我还好 变年有经历 还好我在做什么 我做一个很疯狂的东西 我去拿我冰厨里面的冰水 倒在我股里面打碎 哎呦很冷哦 打碎 打碎全部 然后去嘛 但是我会觉得我从SV一回来的时候 我整个身体是有一层一层蜡的 因为没有冲凉 我回到家一件事情就是 冲着去 冲凉冲凉房 我去中国啊 什么冲凉妹 我去中国下雪的时候啊 我都要坚持 没关系的 我都坚持啊 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一天啊 冲凉一次啊 他们那是两个星期冲凉一次啊 他们说那里有人冲凉的 下雪没有人冲凉的 你们不要考虑 我说我不容 我不管 我不管你们的文化 但是我一定坚持 一天一定要冲凉一次 我很麻烦的 对他们来讲 很麻烦 他们要煮七八湖的那个 那个水壶啊 烧水啊 七八湖的烧水 然后倒在那个大的木桶里面 然后在那里冲凉 在我房间里面冲凉 然后我去的地方啊 他们真是污漠污漠窗口啊 好像以前古代的窗口这样啊 用手指 也可以看得到啦 所以我在冲凉的时候也 有几十个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我不知道啦 没有人会看啦 没有人兴趣啦 OK 我不是女孩子 但是你总是有一种 呃 呃 呃 这样 就是女孩子全部看啊 呃 从 有啦 有啦 有人在看后看 蟑螂在后看 呃 那这样哦 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啦 你这个是宣教嘛 就是给你个概念 那一桶水 我很省的啊 那一桶水这样用啊 因为他没有给第二桶水啊 就是那一桶水 我蹲下去 我弄给他撕 同一桶水哦 然后开始 肥皂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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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水的哦 我拿肥皂 我拿肥皂 我拿肥皂就不安 就不不清洁哦 就是 同样的水 看你跑的水 从那边又在冲啊 咔啦 就来 咔啦 所以你这样洗也不是很 你不会很清洁的 起码 你有清洁 你会感觉到好啊 你有冲过两个 不会觉得你很清洁 他一桶水是 小小洋桶的 没有啊 给你一桶的了 小桶的啦 就一个大木桶 你自己蹲进去里面 他一桶 那你有跟他桶 一个很桶的吗 那是冲财吗 没有他没有给你桶的 他就有一个桶的啊 他没有糊的咩 糊啊 结冰了啊 阿贾会伞到 结冰了啦 然后那个病还你准了 病还你准了 你很厉害啊 你讲话 你很厉害啊 很脏 都不怕死你了 你准备一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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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一张 所以你看啊 他给你一张 但你看啊 你去到 你 所以你们是幸福的 所以你们要准备 你是幸福的 你是好命的 你从来没有去过异国 那种的阔文化的 那种的情形 有很多东西 我们自以为 我们就是这样生活啊 但你去到别的国家 说别的生活不一样 你要 你要绝 你要 你要 你要小心 然后不知中国不了 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他们下 就是冬天 几乎是一个星期才冲凉一次的 两个星期才冲凉一次的 喷香水咯 我不知道 我不懂 我们在这带国家吗 现在我不可能 最少 最少 很肮脏 我觉得我很肮脏 最少得一次 有时 有回家的话 我冲凉两次 我没有做工的话 反正昨天 我冲凉三次 就是 那时候我去想说 因为我想到 我想到冲凉就冲凉 我想到冲凉 就冲凉了 我很喜欢冲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冲凉 接下去第三个方法 好 讲 读了吗 第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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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 可以再读的话 若因为没有注意健康的自然的力 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就必须有医治 医疗照顾 没有医生的医疗 只有神能医治 神学医学 医学只是以神的力合作 帮助病人康复 一位法国这名著名的医生曾说 我照料神医治 这句话是真的 既然神医本上反对疾病 医生是以神合作来自行他的旨意 经营得好的医院 就像一所连鸣物 帮助对抗因罪而来到世上的疾病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你在那个 Adventis Hospital也有写 我们帮助神医治 我们帮助神医治 如果你是一个很老实 很诚实的医生 医生会跟你讲 医生会跟你讲说 医治来自上帝罢了 医生只是帮助而已 帮助你不要让病情恶化 帮助那个人不要给他严重抵抗 防御会有一致的 医学到没有到今天的发达为止 没有一致的 只有帮助 只能帮助他减轻痛苦 只能帮助他的病情恶化 你看癌症 你看修医节就好 癌症 他不是帮助他好 帮助他缓慢恶化 没有医治的 医治只有上帝而已 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 心理上及情感上的医治 正确的态度和思想 最近医学上对诊断 诊断和医治 因心理而引起的身体疾病 已有新的进展 这些不是想象的疾病 是真的疾病 而这些症状是非常真实的 然而这病是由病人的情绪 和思想所引起的 所罗门教导我们说 因为他心怎样 思量 他为人就怎样 一个人呢 让自己的心想什么 就会变成什么 如果一个人怕生病 老是病态的想着自己生病的可能性 结果他就会伸出他所害他的那种病 乔布 乔布肯定很明白这个道理 即使他很健康且 即局性胜 他却存有消极的思想 就是有一天他会失去他所有的一切 也许他想 这太好了 很难会持久 事情对我来说太顺利了 我不能期望这会持续到永远 他的想法不管是怎样明显的 他们是消极和悲观的 当灾祸临到他时 他病得很重 他希望人不曾生在世上 他说 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 乔布明摆说 他允许惧怕 挑掠他的思想 引致他所惧怕的事发生 圣经说 惧怕离含着辛伐 惧怕能毁灭 毁灭 它能减害人心灵和身体的健康 耶稣顺界我们 不要怕 只要信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是为信心而被造 不是为惧怕 信心能监顾我们 加强我们的防御 惧怕死人意志消沉和毁灭人 那稍微讲 你们这段常读的巧步 不是巧步 是月破来的 它是用英文的 反义所以就很多东西 这个巧步就是 全部巧步改为月破 你就明白了 月破 圣经里面的月破 不是巧步 巧步是你家的儿子 这个还是圣经的人物 月破 月破有这样的思想要做 我死了算了 我在这事上干什么 月破 月破 常常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听到 老人家很喜欢讲这样的话的 月破 我死了算了 活在这事上 很着急 早死早好 这些东西 这很像月破 这是概念 这些观念 不是有的 红伙人的概念也不是有的 这都是概念 都是来自月破的 月破组作自己的畜生 月破讲的 我死的活 比活的还好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 当你有这样的 这样的 你肯定会有问题的 包括惧怕 所以妹 你是商业仆人 我 不能教你 如果是战胜惧怕 这是没有得教的 你必须军令神的 我生命中也是有巨大的恐惧 之前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我现在 念旧 断念自己 什么都不怕 只怕神 你一定要克服 我不能帮助你克服 你一定要在祷告里面克服 来 来让你的 钢墙传胆 钢墙传胆不是一种的理念 钢墙传胆不是一个口号 钢墙传胆是一种的属灵的状态 因为我不怕人 我怕得罪人 我怕得罪 不怕很多的情况 或者恶人 他凶我 那这个教会就知道了 那个 其中一个帮助一个人 Lin 他恐笑我 他恐告我 他要 他说要叫罪人输我 他要叫 坏人来找我 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 我必不招 我必不招受 灾难 因为这是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肯定 上帝的话语 所以 有两样东西 能克服你的惧怕 读神的话语 领受神的话语 不是读过了 领受神 赐进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已 缺乏 我必不招受 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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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读不了 不只是听不了 刺进去 第二 祷告 你就会很刚强转 在每一刻时刻 你很不知之 每次过了口中 放一会 同在上 你很肯定的 这时日之刻 你遇到的东西 上帝必同在 真的 这不是 不是一个理念 不是一个口号 不只一种 一种的想法 而已 你必须要知道 这是一个 属灵的 状态 我现在在那里 我现在 与上帝同在 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 都不用怕 因为 我不用惧怕 因为上帝 是我的目准 是怎么样的 没有 不能控制的情绪 不能控制的情绪 消去的情绪 不被控制 也会损害 其他许多基督徒 被情绪所控制 而不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们太注重自己的感觉 只要有一点的 举散 举散 他们就会被举散控制 一件小小的失望 举散不如意的事 都会使他们陷入绝望中 如此不受耶稣的群绪 会损害健康或与罢 严重的疾病 基督徒不该被群绪所控制 相反的 他们要借座 对神话语的信心 控制自己的群感 想象力 群绪和感觉 神的话是可靠的 我们的群感是不可靠的 如果我们常常用神的话语 来喂养自己 就会稳定我们的群绪 被神的话语充满的信徒 不会再摇摆不定 他会像神的话语一样的稳定 神的话会加贴我们的力量 给我们的目标 使我们有间人的性格 去一些可靠的医学 借人是说 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身体疾病 是来自心理化 群感方面的 心理和群感的情况如 状况如 忧虑 惧怕 焦虑 没有安全感 去病态的自省 自省 紧张 紧张 独具 挫败感 啊 挫败感 挫败感 愤怒 愤怒悲观都是 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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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灭力量的 若是不管他们 他们会毁灭人的健康 这些都是许多重病的主要原因 高血压 心脏病 循环 循环 系统的疾病 孝患 孝患 溃疡 溃疡 和长期性 口痛 可能都是因错误的 思想的态度所知 若一个人的病是因心理所引起的 那么他就不只需要身体的医治 他的情感和心理也需要内在的医治 要神医治身体的症状是很简单的事 但若一个人的心态没有根本的改变 他会很快地又创伤同样化 类似的病 例如神 要神医治 为 为什么 为什么 为溃疡 为溃疡是件简单的事 困难的事 医治 导致 溃疡的心态 如果人坚持要承受心理压力 优励和脚力的重担 这是会引发令医治 溃疡 溃疡 带胃 带胃 大胃 大胃 给我们一个 医治这些长期性问题的 有效药方 暂停在这里了 大胃 所以你没讲 你必须 你必须 很小心的 你必须要很小心 处理你的情绪的问题 如果 加上你管 你是一个传道人 你的痛苦的话 你不控制情绪 你让你的情绪任由的发挥 导致带来的是自己的灾害 你问我有情绪吗 我也是有情绪 我怎样解决我情绪的问题呢 打高 为什么我必须要每天要用时间来放眼打高呢 让我情绪被移植 我会在上面面前 不断的哭 不断的 哭 不断的把那个情绪 刨出来 上不需要平衡的意志 如果你能念到你没有情绪 那是一个很最高的境界 你根本就已经死的人了 你是在睡的棺材里面 只有棺材里面的人没有情绪 但是情绪是你到死的最后那一关头 还要去被控 还要去被对付和被控制的 那我在稍微这边没有讲的 我告诉你一个很事实的东西 我们是处于一个时代 没有比任何以往的时代 没有比现在的时代来得更有挑战 更有压力 更有困难 现在如果你选择服事者 就怕不着 就怕不着了 因为现在的服事的道路 比以往的服事的道路难十倍 以前做牧师的那些 你问过信耶稣超过二十年的人 他们告诉你 以前做牧师很容易的 牧师讲一句会有多听的 人家就怕了 现在你做牧师 你做传道人 如果你稍微不剪点 你不把自己修剪到好的话 那个人不会听你的 顶多不要看你 顶多去别人教会 你面对很大的冲击 你必须要让你的情绪稳定 而且不是情绪或处理东西 如果你用你情绪处理东西 你会带来很大的灾害 对教会 对事工 对其他人 也是很大的灾害 你一定要把你的情绪 摆在上帝的面前 让圣灵的光照 让他致死 我不是一个道理的 你要不要走这条路 在于你 但是对你 如果你是个爱神的人 在你要对神国有贡献 你必须要这样做 那我再讲 今天的社会不像以前的社会 今天我告诉你 香港人 我不要讲马来西亚 先讲香港 香港已经到一个程度 有资格讲这样的程度了 香港有十个人 有九个人有神经病 不管是严重也好 是轻微的神经病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精神病呢 第一 人口暴涨 在一个小小的香港里面 居住满很多很多的人 人与人之间没有空间感 夫妻跟夫妻这边 没有很压迫感 大家挤在一堆来 打力 大家挤在一堆来坐地铁 大家挤在一堆挤巴士 大家挤在一堆来追赶德士 在这样的拥挤和墙 这叫什么 紧闭的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有信耶稣 没有信耶稣 都有轻微过得严重的神经 不正常 简称来讲就是体下神经病 那我们马来西亚 过得回答来 那边在冰城已经是开始有这样的状态 人与人之间没有空间 屋子越来越起越多 空间越来越少 现在要起flat 起apartment 没有 你要住那些平底屋 是要很贵的才能买得到 所以大家一起挤leaf上去 挤leaf下来 然后住在那个很小的空间 如果两公婆吵架 又要面对 要不然一个人进厨房 要不然一个人进卧房 所以这样的长期 如果 圣经病 如果你是信主的 你是爱主的 你没有把这个情绪来 枢极 没有把情绪放在上帝的面前 你会真的 你会带来很大的灾害 不只是给你 给家会 而给你服侍的人 多少你要审查 我不要告诉我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审查 有多少次和多少事 你在处理一些 一件事情和 处理一些 一个一些人的时候 你是情绪在发挥 你要审查 我不能避免的吗 我们都是有情绪的人 对 我们都是有情绪的东西 那 你要服侍神 你就要比别人不一样 你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 我有情绪会受到伤害吗 会 但是我还写戏 在那边前 笑脸跟你们 面对你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一定要处理掉 我走出我的房间 走出我的房间 出来 我一定要把它处理掉 你一定要摆在上帝面前 用方言 用祷告 这样处理掉 每个都有情绪的 跟你讲 我跟你讲 没有情绪 那是骗你的 每个都有情绪 但是如何处理它 适当的处理它 这句话 常常提醒我自己的 写在白板上 是这样的 你消极一次多久 你多久消极一次 是两种的境界来的 第一个问题是 你消极一次多久 就是说你在消极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人呢 让他自己发挥的 他消极就让他消极啊 不要读圣经啊 不要祷告 不要灵修啊 什么都不要啊 还挪啊 还贪啊 屁啊 还趴啊 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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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愿意啊 这个人会会很灾害心啊 他情绪真的不能控制哦 他情绪就任由发挥哦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极可怕的人啊 你 你要问自己 你每一次消极 那个消极的 那个阶段啊 有多久 我通常 我坦白跟你讲 我通常当天 当天处理当天 当天完 如果还是不能处理 那个情绪太重的话 我最少要 我最多最多用三天要处理它 因为太多事情要面对了 如果要 如果传到能够做个同工 会被一件事情都被一个人来打倒的话 我全奉献你不要服侍 因为 我们服侍的 的地方 和地点 和工厂 就是要面对很多这样 很多人 和很多事 如果你来 你来不及 你也不可 不能承受 就不要 我讲认真的 我讲真的这句话 一定要处理掉 我最一定要处理掉 然后第二个 你多久消极一次 虽然说嘛 我两天就好了 但是他每个礼拜都有的 假拉肉 我一天就解决掉 但是每个礼拜都有了 还不是一样 不明白 有些人 是 没有常常消极 但是他一消极就半年 但是有些人 我消极一次一天 但是每个礼拜都有的 周期性的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消极一次多久 我多久消极一次 然后自己控制 不是你自己控制 是来到上帝面前来去解决他 让上帝公告 这个情绪是好的 这个情绪不好 也有情绪了 你要我讲 不可能我没有情绪 我讲到也没有情绪了嘛 我有时候我要强调那个话 也有时候我也有情绪起来 你们要一套神 这种情绪是好的 保留 OK 还有就是哪 还有哪 因为 我真的 我真的 我干 对 对着上帝 在上帝面前 跟你们讲说 我有什么东西 我就尽量的叫 我没有吝啬来 抽情 那一字啊 不是你们想象那么简单 有些人 有些人 这里就讲的 这里面刚才随读 啊 绝望读啊 都讲的 那也一字的方式不是 头条 头条一头 脚条一咖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肤浅 不要那么 无知 要拿很长的时间 要上帝装备了 罐列里的 这边讲 因为 有些人 胃溃疡 为什么会有胃溃疡 什么叫胃溃疡 就是 gastrit 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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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这些种种种 有这样的情况 不是因为他 身体的病来的 心理状况 有一个人 扁头痛 这是我长期服事的经验来的 扁头痛的原因 有些人是因为身体 因为没有好好照顾 所以免不住 还有种种缘故 是扁头痛 但是很多原因是心理病 扁头痛将来 扁头痛是因为不肯原料 什么是扁头痛 扁头痛啊 migrate 扁头痛啊 我读错了 偏头痛 就是扁头痛 要读错了 mi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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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肯原料 他有不肯 他很有 没有饶恕在他里面 你不是要祷告 头痛好 永远不会好 你要做姐妹 你一定要原料 你要饶恕 你要来医治 你这个医治好了 扁头就没有了 看到没有 所以医治不是那么简单 表面 为什么 人家为什么长期有胃病 他都没有吃很健康啊 有精子吃 为什么有胃病 胃痛 他有很多很多的心理病 要去解决 好像我每次祷告给人家 这是我经历 不一定是每一个都是这样 但是几乎90%这样 我为了一个人祷告 他一躺下来 他的双脚是这样的 收起来的 要释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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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是这样的 脚是这样的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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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师够镜 你怕有释放了 你怕有释放了 看我看 是要不吵了 要不吵了 要不吵了 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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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脚竖起来的 是什么 是什么 为什么脚竖 他不是故意竖的 他是一个心理的状态 让他这样抓紧也不知道了 心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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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懒了 为讲劝我 被遗弃 被保弃 所以 从小 没有爱 爸爸妈妈不理他 爸爸妈妈 对他很冷淡 老公 尤其是很多 婚姻有问题的人 你看他祷告 祷告出来 祷告出来 祷告在地上就是这么样的 我敢跟你讲 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 没有 我跟你讲 一切不是 一切不是那么简单 我说 他说 你要找出 病人 有时候圣灵会关照你 有时候你不用圣灵光照 你要去问 看到没有 医病神学 不是 就是啊 按手祷告这么直接 你可以去 深入去了解 OK 明白 OK 我们停在这里 去小编来 如何接受情感上的医治来 试试 试试 他必 服养你 诗篇 五十五 二十二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力 切给神 因为他固念你们 以德前书 五章七节 把所有的交力 忧力 去怕消极的态度都切给主 在我们为这样做之前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相呼 以主 当一个生命完全相呼一主时 他变成为主的场业 那时主就有责任照顾他 保持他健康 只有我们 愿意完全的放弃这些重担 将他们交给主时 他才会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坚持要自己 背负那些重担 就是神也不能使我们健康 几年前我背负了一个重担 有一位主内的弟兄告诉我 神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 你要把这个重担交给主 让他背负 他会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我照他的话去做 我说主啊我把整个问题交给你 我实在没办法 求按你的方法处理这件事 以使我便不再被那个问题 和忧虑所困扰 七年后主给我一个奇妙的答案 默想神的话语 在以为这样形容 大卫啊 大卫啊 大卫这样形容 那昼夜默想神话语的人的福气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孤回 凡被他所做的 凡他所做的 净都顺利 诗篇一三 默想神的话语有治疗的功效 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也提到神的话是 医全体的良药 阿们 将你的思想 降服于基督 我们 可以将每一个思想降服于基督 有时 一些凡人的思想总不离开我们 他们好像 好比撒旦在我们 心思中所住的坚固盈累 我们没有理由让这些思想控制我们 神要 要用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祸以来抵挡他们 神的祸来抵挡惧怕 因为神所制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忍耐紧守的心 不要只重复一次 要默想它 要大声的宣告才坚固你的心 让神使你的 使你有能力且得胜 愁你的盈累就要崩溃 爱你 爱你律法的人 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爱慕神的话语带来的平安 是医治的平安 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神要他的子民完全免于各样心理情感上的问题 亦免于错误态度所引起的各样疾病 可以暂时听一下 所以那兄姐妹 你要知道一样东西 请你注意一样东西 很多人 一定要保守 像刚才圣经讲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一切 还有一样东西你要保守 你的思想 思想 思想 这里没有人 告诉我说 哎呀我 我的思想有问题 我每一个都能 甚至在这里上课 有时候你的 你的脑也蛮天飞 飞到非洲 飞到印度去的 OK 保守你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思想真的很重要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魔鬼对于我们 每一个人唯一的战场在那里 Betterfield My 你的思想就是你的战场 魔鬼常常攻击也是你的思想 有些人任由他的思想思考去乱乱飞 有些思想是 魔鬼的suggestion的建议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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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啊 家慧 他又在懒惰 那边做东西啊 这个思想怎样 可是这个思想可能是错的 你看 你看啊 这个 魔鬼会suggest给你很多东西 当我们领受这个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对这个人有偏见 那每一个人啊 我是对你们面对你们 我是很坦白的 我相信你的生命当中一定有这样的情况 有一些人 有一种人 是不用理解 你看到他 你讨厌他的 有一种他的个性是你不喜欢的 他的 pattern和样子你不喜欢的 那 魔鬼常常用这样的这样的这样子的来攻击你的 他就好很多的思想给你 你看啊 你这个人 讨厌的人 你看他又在做这样的事情 令你不讨厌 你就 你常常 你常常领受 或者entertain 或者享受 或者去啊 应酬这些思想的时候呢 你就会 遭受到 魔鬼的攻击 那么百万 所以你要 好好的 控制你的思想 我通常是什么 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灵修 很多人的祷告生活 他们只是纯粹祷告 纯粹读记 我有多做一样事情 我会多活一个小时 那是在于你看你的时间的 多活一个小时 过半个小时 我也是按照我的时间肯定 我每一天 敬拜神一定是有 敬拜神了 我一定有一个时间 我是来做宣告的 我每天都有宣告 我是上帝的 我是上帝的仆人 我是 我是 穿着全部的金装 我有 救恩的头盔 我有什么 我是宣告的 我没有钱的时候 我面对没有钱的时候 我是宣告的 贫穷你离开我 不要跟你做朋友 我相信上帝的祝福 我相信上帝的财福 我在基督里是蛮有丰盛的 我会宣告 我会宣告 用每一天 我都会用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或者15分钟 Depend我的时间 这个宣告的部分很重要 宣告 为什么宣告那么重要 第一 你让魔鬼听到 你让魔鬼听到 我不接受你的 你的建议 你给我的建议 我不听我不接受 我很清楚我是什么人 我很清楚我的神是谁 我站在那里 我是站在魔鬼那一边 还是站在上帝那一边 你必须要做宣告 第二 宣告是你的信心坚固 宣告能帮助你信心 再次的挑望起来 当你让魔鬼把这些思想 这些思考丢给你的时候 你领受的时候 所以那边有时候 有些魔鬼的 那些suggestion 是蛮好的 有时候是蛮有理性的 可以讲 你entertain 你相信 你领受 如果你不用宣告 来抵抗那些东西 一天 suggestion 而且suggestion 不会一次的 它一天一点点 明天一点点 后天一点点 变成 有一句话 不论你听过没有 这 一百次的谎话 就等于 真理了 就是 它不断的跟你讲 就是同复跟你讲的东西 你听一百次 你就 当真了 其实不是一些 不是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很多婚姻的失败 很多婚姻的亮红灯 是因为 欢迎 不信任在那边 某个就会知道 对你的丈夫 现在 都是姐妹 我都用女性来讲 你的丈夫 有外遇 然后 他就suggestion 你看你老公 今天又晚回来了 你看 他明明可以陪你 他又不要陪你 你看 他宁可去陪朋友 你看这样 很多suggestion 就来了 一次 你没有抵挡他 就这样进来 然后 你又 你又对自己 没有信心 你又对你的丈夫 没有信心 这东西一直来 一直又在讲 suggestion 你慢慢一百次跟你讲的时候 你就相信了 你的丈夫有关于 其实你丈夫从来都没有 可是你领受这样东西 那婚姻就这样破裂了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宣告 上帝赐给我一个平安的家庭 是有免疫好的家庭 什么什么 你用根据上帝的话语来宣告 宣告很重要 很多人的灵修只是读经祷告 要宣告 我常常宣告 而且我宣告很大声 我会喊起来 我会跳起来 因为我要让我的灵 听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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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的灵魂 体头听清楚 上帝的话 宣告有可能是 呃 宣告不只是脑袋的 训练 宣告是 你让你的灵能 爬起来 你的魂也领受 相信上帝的话 也不要相信 相信上帝的话 也不要相信魔鬼的 的建议 哦 可以啊 将你的心思 集中于神 诶 读了哦 第三 人的释放 释放在这里 人重生时 永恒 永恒的生命 人重生时 永恒的生命 被恢复给人的灵 这生命不是一种热量 而是圣灵精致居住在人里头 我们所接受的是神的生命 很可惜 许多信徒没有受到 关圣灵的事 的正确教导 许多人从教导 以为神迹的事情已过去 圣灵的恩赐 亦只限于使徒时代 许多人对神的话语的能力 都一无所知 由于他们的无知 他们的灵就好像 无辜的被人关在监牢里一样 人的灵本身没有问题 但无知和错误却阻碍了 法属灵方面的成长 当人的心思 被神的话语更新时 这个启示教人的灵得释放 人的灵意因此而开始成长 那些在圣灵能力底下 教导神的话语的人 是神的工具 把属灵的自由带给人 耶稣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救争是我们国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天父的儿子 要教你们自由 你们就 救争自由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领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主就是那灵 主的灵在哪里 那里就得以自由 圣灵使用那些顺服祂的人 成为祂的工具 将圣灵 将属灵的自由和部分带给人 当我们得以这自由 我们便得着真正的属灵健康 这就是全能健康的基础 正确的教导 帮助人避免许多带来疾病和麻烦的陷阱和网络 教导神话里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兼顾人重重生的灵影响力 换言之就是帮助圣徒发展他们属灵灵的敏感度 许多基督徒不晓得分担什么是他们的判断 什么是神在他们心中的感动 这是属灵上的营养不良 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 他们便会学习分辨神的声音 他们会发现神的声音和他们 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是一致的 这会给全能带来属灵上的释放和健康 神是关心我们全能的健康和幸福的 身体的医治是带来全能健康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神的灵所感动的教导 也是另一带来全能健康的重要途径 对 暂时点在这里 那教导很重要 各位妹 哦 不管其他人怎么样看 在我身边我觉得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你不要小看教导 教导真的是很影响的 每一个犹太人 每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明珠每一个孩子 在三岁开始每天要读 他们的犹太教的经文 每一天要读七小时 他们重视教育 全世界没有比犹太人的民族 重视教育多过其他人 他们从小就教育他的孩子 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他们从小教育 他们回到以色列1948年之后 他们就开始从小教育孩子了 教训他们有一个惨痛的记忆 惨痛的回忆 他们如何灭亡 他们怎么离开上帝 上帝怎么审判他们 怎么这样处罚他们 他们教导从小教育孩子 不要离弃上帝 离弃上帝 离弃上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从小就锻炼他们 甚至每天读了经文 七个小时 还要把经文折起来 折到一个小赫子绑在头上 可见他们对教导很重要 从前面教导在我们当中也是很重要 很多人说你要有真理 真理让你自由 这是错的 不是你有真理让你自由 你必晓得真理 真理让你自由 这个整本圣经是真理没错 但是如果你不晓得他 他不能让你自由的 你认识上帝的话语多少 决定你对属灵的领悟力和分别力 是同等的 就算我上了课 你们上了课 教你如何分辨神的声音 是曲折于你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和可恶有多少 你们对神的声音的分辨和敏锐力多少 曲折于在你们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 有人跟我讲 为什么你能讲出人家的东西那么准 他的过去和他现在 那么因为我常常浸泡在上一个话语里面 我常常准备自己明感上帝的感动和上一个声音 我不算厉害 我必须坦白很前面的我不算厉害 我认识一个上帝的仆人在纽西兰 叫David Scherer 这个人真的很 他的心思细腻到一个程度 他按手在你 按手在你头上 他就开始发音 半个小时了我都不知道 他讲你的过去怎么样 到现在怎么样 将未来怎么样 每一个人按手 所以他就会祷告福神之后 到凌晨一两点的 因为每个人祷告祷告 每个人祷告他发音 都要半个小时了 我都还没有到一个程度 当然我也要配合聚会时间 我如果每个祷告半个小时 三点都不能管到我们的聚会 是不是 所以你看 你可以有这样的心思敏锐 到这样的程度 我看到一种 好像季光先生讲 还要用Dead Recorder Dead Recorder 来Record起来才可以 不要讲太多了 第五个方法 护道士的意志 护道士的意志是 公是随着福音的传讲而生的 这是耶稣应许给信徒五种神迹 其事中的一种 若要看到一字大人的彰显 以下的要紧示 要述是不可或切的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命令是在应许之前之先 也就是说 我们要做不道士工 我们要往新的领域 把福音传给未信主的人 保罗就是依照这法则 法则而行 他宁可把福音传到 那从未听闻基督的名的人 那里去 以免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结果他的知识得到神的 冤纳 神借他 与言语作为 用神迹其事的能力 并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方人顺服 在新一时代 宣言 宣言 福音强调身体上的 医治和永生的盼望 有病和受苦的人 是耶稣服侍的主要对象 你们常常一大群 人们 人们常常一大群 到 得到 耶稣那里去求医治 有时 他医治好 一切 有病的人 同样地 许多病人 聚取 到使徒那里 至少有一次 彼得的影子 经过野家病人的 痊愈 痊愈 痊愈和示范 使徒属行的许多神迹其事 为教会增贴了 不少会众 按手 在不道性的医治上 是不忽略的 让我们一起考验其异 其异 考虑其异 在人类的文化中 按手 常用语给某人 受语 受语 容易 祝福或 权益等等 因此被按手的人在传统上 会期待的这些什么 耶稣说 信的人 按手在病人身上 却要奉耶稣的名义 信徒的手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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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向病人 并按在他们的身上 耶稣说 病人就必好了 我们这样做 是与他们认同 当我们凭着信心这样做时 我们变成为主的手的 延伸 神需要透过我们的手去 注目 注目 这个有需要的世界 传婚 和未病人按手 都是基督 耶稣基督的吩咐 我们 不要 我们 不要 顺从 凭信心去做 相信病人 会得到医治 你 当你注目 那些被病魔 折磨的人时 抓住神的应许 耶稣说 他们就必好了 病人不一定会立刻到 得到医治 这可能是一个过程 由借度 接触 开始 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 才能完成 不要因此而失去信心或感到怀疑 疑惑 对神的话 也应保持 无疑的信心 因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实可信的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每一位传道人和信徒 都应有应治的知识 这是神的应许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谢谢 所以要 这个是我讲过 不用太白很多的时间在谈的 就是说 你要去 你要出去 你要神迹跟着你 你要出去 你再站在家里 神迹就会跟着你 神迹跟着别人 就这么简单 一定要愿意 把新灵魂 把新的人 带到上帝的面前 你就要按 你就要去做 你需要去服事 你需要去按手 那神姐妹 我不能强调 太过也强调 跟你们讲 你们的手 是一个 不选择的手 上帝要借着你 上帝要做很多的事情 他不能做 哎 上帝是全能的 为什么不能做 很多时候 上帝把天上 地下 所有权柄都 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 你们没有去 这个权柄 就不能带出来 权柄在那里 在你们双手 权柄在你们 愿意去 愿意服事的时候 而不是 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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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酒 权柄 看别人做 主啊 我在这里 请拆欠我的姐妹 请拆欠我的弟兄 给你买酒 权柄 权柄 你看了 很多时候 神是要找那些愿意的 不是厉害人 听到吗 愿意的 愿意比厉害人重要 那些厉害不愿意啊 你也需要 并定 藏在那个 地底下 一千 一千块 一千块 等到耶稣来的时候 耶稣拿一千块 我用的 没有用到 全新的 耶稣就会跟你讲 你这又饿又懒的 夫人 离开我去吧 我不在乎 我要你的观念 你不在乎 你有多少人子 你有多少 可以 让上帝用 问题不是你有多少 而是你愿不愿意有 OK 第六个方法 教会里的医治 护道性的医治的主要对象是微信主的人 好叫他们相信福音的正确性 顾 顾名思域 教会里的医治就是教会内的指示 主要的参考 经文是雅各 不服输 不服输 我们中间有病了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就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 流墨他 为他祷告 出以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 必叫他起来 他那犯的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 你们要彼此正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的医治 一人 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这段经文是写给基督徒的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这些经文清楚显示是写给教会的 其教导有别于马可福音 16章15-20节 一 患病的人 该请教会的长老来示 病人采取主动 请长老来服侍他们 二 我们若犯了罪 就必须认罪 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实 就是有很多疾病 是来自我们里面的罪 或不顺服的 也许我们里面存着错误的态度 很多时 不健康的错误 思想和情绪的困扰 对我们属灵的健康造成坏性的险害 便会导致身体上的疾病 我们要检查到这些并承认自己的罪 认罪显入了这些隐藏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去寻费性的力量 我们内心的问题要得到一次 那么承认拒绝 聘气 聘气这些罪是必须的 承认自己的错误 承认自己的错误 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办到的 因此他们也从来得到 宽恕 为得到 为得到 宽恕 宽恕 身上的医子 我们一定要让神 神插我们的心 允许他指出任何令他不悦的思想态度 真诚地在神面前打开你的心法 他是因为慈爱的父亲 他必医治你 也不是可怕的怪物 不是想惩罚你 他显入你的问题 不是要羞辱你 而是要把这些毒害你 破坏你的思想和情绪 从你心里和脑海出去 若神让你发现一些不 为他许悦的罪 怨恨你该私底下 向属灵的长者认罪 所有的内容 那么都应保密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虽然如此有时公开 要向伟众认罪也是需要的 尤其是所犯的罪是伤害教会整体的 透过在长老面前认罪 实际上我们是向神认罪 或许我们得罪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但其实我们得罪的是神 除此我们要肯确地求他赦免 除此以外我们 欲要以圈碑和真诚的心到 那被我们冒的人那里去 向他认罪求对方原谅 在就业要求犯罪的人就向得罪人的 是线上属罪去 他去犯了罪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这里说明了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罪负责 并做出平常 可以暂停一下这里 那我们有经文 之前是给没有信耶稣的人 这个是给教会的 因为上帝是有给我们兴起 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 不能得到医治是因为有罪的缘故 那罪的方面 我不要再强调太多讲你们也明白了 但是我要稍微跟你们讲一样东西说 罪有分两种 带我的看法来 如果你得罪一个弟兄 你得罪一个姐妹 你得罪任何人 你当去找他 决定掉他 我活到今天那么到信了耶稣 整二十年我学习到一样东西 送你姐妹 你姐妹之间的摩擦 和怨恨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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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要不要的好 你喜不喜欢的好 你还是要面对的 因为 这个关系不是你要和不要的问题 这个关系是上帝领定下来的 你要不要 你还是要想跟他面对好的 而且最可怕不是面对他一次两次 你要面对他永生的 所以我的态度是要和好 你不要 你不要 哎呀 我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他 你要 你要求主帮助你 怎么去爱他不可爱他 你要求主给多多的爱去爱他 是不可爱的 你要求主帮助你 然后 如果 关你罪的方面 有两个 有两个 情况 那我不相信说 那这样的 你私底下就解决掉他 解决掉他 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 有些罪 就给你注意 有些罪 不是私底下解决的问题 就算你私底下解决 他们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要你注意 怎么样的情况 如果我得罪S的 我去跟S的讲 Sorry S的也原谅我了 我们就解决掉 但是有些罪 不是私底下解决的 比如说 比如说 这罪是公开的 他不怕人家知道 他也不丢脸去做的 罪我们犯罪 已经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我们都不要给人家知道 偷去做嘛 才叫罪嘛 但是有一种罪 他是不害怕 不害羞 不不耻 不要脸到公开去做的 比如说 一个有老公的女人 一个有老婆的男人 两个人在 在一起 而且又来一起 又来家会 又觉得没有错的 你这个不是这样 你们要认罪啊 偷偷认罪 你一定要公开认罪 得罪 得罪人 是对大家 一种伤害的 你不能这样 哎我一个一个去 讲道歉的 不 你一定要公开认罪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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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 得罪 那个罪 是公开的 那个罪是公开的 去做的 你要公开的 道歉 求原谅 那个罪 只是私底下 去得罪的 你就私底下 去决 上帝就原谅 如果那个罪 是公开去做的 教会伤害 教兄弟姐 中弟兄姐 面伤害的 你必须要站在 中教会面前 认罪 没有 没有手感的 哎呀 那不是没有面子 那就不要做 那不公开 去得罪人家 上帝千万不得 用由高末 到处到对了 他们可以供主的名 用由 末他 回他祷告 雅各十五章十四节 高游象征圣灵 那我们用由高末 抹人 这是象征我们要求 圣灵降灵和彰显在我们 拜讨的人身上 在马可福音六章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 门徒多次用由高末 用由摸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 高游象征光明 圣所灯台的灯 其实是由灯 因此 当我们用由高抹别人时 其实是说 天父 我们知道 在你的真光下 没有任何可以隐藏 既然你无所不知 求你帮助我们 沉沉死死 因为能看透一切西维 假装的事 如果来求医治这个人 有什么隐藏的罪 求的真光光照他 求你的真光光照他 好让他能得知病对付这罪 高游象征医治 游有治疗的功用 这是为人所知的 游有减轻痛苦的医治火效 如好撒玛利亚人 把游摸在那受伤伤人的伤口 路加福音十章33 34节 酒有消毒的作用 游着有治疗的作用 当我们用游摸人 我们不是把它当作药物使用 而是一种医治的象征 仰望圣灵医治 贪人 用游摸的病人后 教会的长老便应洗信心的祷告 雅各不写 祷处于信心的祷告 要求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雅各书五章十五节 ok 所以用游高末 高游不是牧师的专义 你们也可以用高游去高末 给他们祷告 你可以去买一罐油 我随便 我随身都带着 Baby Johnson的一个 Ollip oil 随便 都能够为了高油 高末 你不必是 不是牧师的专义 是圣经的教法 ok 你可以用高油去高末 人家为他高 有时候我不用 因为都是有帮助他 我有时候我用 我对那些没有信耶稣人 我常常常会用 因为他们 他们心情不大 他们以为我这个是有帮助的 帮助他 ok 我们暂停在这里 stop一下 你们可以去 再休息五分钟 因为 就是说神的话 也是信心 祷告为义的根据 相信神是最终的真理 不如说 神是信实 人是虚 虚谎的 神经所提及的信心是来自神的话语 信道是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换言之 我们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 方能知道神的旨意 从神的话语我们得知 并能得医治是他的名义 所以信心的祷告 知道神的旨意 有一个讲大麻风的人这样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捷径了 这人对耶稣的医治 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他疑我的是 这是否耶稣的旨意 耶稣为他说 我肯 你捷径了吧 他的大麻风 立刻就捷径了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 并能得医治是上帝的旨意 然后我们 若我们疑我 我们用若是神的旨意 结束我们的祷告 那我们祷告就是 不是出于心情的祷告 所以我常常 我常常 我常常 我我 我个人 我必须 所有人在这里 我必须要跟人讲 你从来没有看到 麦克战这样祷告了 上帝如果你要医治他 你就医治他 如果你要接走他 就接走 如果这样祷告就不要祷告了 就算他老了 你要祷告一致 我就祷告一致 你不要 你要祷告就接祷告 主啊他老了 你把他接走 你不要说 如果你要医治他 你就医治他 如果你要留下他生命 这个是很 这个是磨灵两个人的祷告 你知道吗 这是没有信心的祷告 磨灵肯你没有信心 也不要 好像是有 好像是没有这样的 嗯 有人这样祷告 甚至你牧师也是这样的祷告 我不祷告 这样的祷告 你要我这样祷告 我是不会祷告 磨灵肯不要祷告 我很清楚我要 你要祷告这些 你要清楚上面的旨意 没有对和错的吗 个人个人 对你来讲是 这是错的 错的 对我来讲是错的 但是这是 他们严惩教会的传统 教会传统不一定是对的 一开头就错了 一直传统下来 错不接着错 但是我讲 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话 要不要借什么 要一枚恨 对 出版东西 信心的 说没有几个 啊 说几个案你有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 听个人的信心 诶 诶 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 除了要知道神的旨意 是要病人的医治之外 我们更应寻求神在我们代祷的人身上的旨意 换句话说 纵使医治人是神乐意做的事 有时候他医治人也因某种原因而被拖延和阻挠 这是我们仍要肯定神的旨意 就是那人立刻得医治 有时候神医会显示是什么阻挨他医治人的彰点 那么我们便能寻求解决的方法 叫医治的大人降临 雅各部 雅各部啊 雅各部不是圣经里面的啊 是雅各书啊 雅各书呢 雅各啊 其名字啊 雅亦清楚说明心怀良意的人 休想在神那里得着什么 有信心的祷告是完全相信神 应许祷告 应应祷告和医治病人 绝无半点的怀疑 第三 信心的祷告是有个明确的目标 意思是说 要为我 要 要我为你做什么 用现代的俗语说 啊 就是说说明确一点你的渴望是什么 路爱命 雅中路爱命 许多基督徒的祷告往往是很没有明确的 啊 啊 主啊你刚才就我刚才讲的 你医治我可以 不医治我也无所谓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啊 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往往没有明确 甚至年后来也没有应议 他们都 他们都不知道 如果我们含糊地祷告 我们就不会得着什么 我们明确地说我们相信神做什么 并以感谢的心 在祷告里向神需求 当耶稣问瞎子这个问题时 瞎子便回答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他的明确 明确啊 以瞎子简单清楚 明确地说出他的渴望 嘛 耶稣马上感应他的请求 使他 他便能看见 那我在医治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一样东西 上帝医治有时候是马上的 立刻的 上有时候 很多时候是有阶段性的 有的时候是要有时间的 我不停地祷告 不是因为我怀疑 他没有好 祷告了没有好 我继续为了祷告 又没有好 我继续为了祷告 我又没有好 我继续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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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的决定 我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到那个人领受 一直为止 而不是一次的 我也希望我每次祷告 一次的时候 谁要 你以为你是我叔叔咩 你不是 你必须要不断的 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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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他之后 就要以感人的心 从他手上 借这个应许 OK 第五 现在祷告是要明确 而有正确的动机 雅各 雅各 提出两个主要的原因 说明 为何我们祷告有时候 得不到应运 第一个原因是 我们根本没有求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求的东西不正确 雅各说 我们为自私的目的 妄求 因此我们要审慎思考 看我们的动机 是否纯正 我们要提出我们的要求 背后 动机是否正确 要神得着荣耀 和他们的名 被告知才是正确的东西 除此以外 其他东西都是 值得怀疑的 很多人为了 积极自私的原因 求许多的是 神通常不想应 我们自我中心的祷告 弄清楚自己的动机 才祷告 这是好的 神使用医治人的传道人 也要弄清楚 自己的东西是否正确 有些人为病人祷告 是出于虚荣心 有太多传道人 以为能力是他们 他们而来的 他们忘记 那能力只是透过他们 临到病人身上 他们因为神使用他们 而变得骄傲 他们往往因为 这种的属肉体的态度 而不能做更大的事 还有一些人 利用神的恩赐 以赚取个能力 他们这样做 是滥用神的恩赐 用恩赐的原则是 你们白白得来 也要白白舍弃 我回到这里为止 谢谢你们 Let's go 有问题吗